由古城 华龙舟 包粽子 端午假期 包含地域特色的文化油 民俗油持续升温 然而 让人眼花缭乱的是 民俗村 民俗风情园等人文旅游景点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景区的民俗表演 民俗文化项目大同小异 产品设计雷同 缺乏创新和深度 对旅游文化的深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为全面推荐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 很多地方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吸引大批网红前来 打造旅游热点IP 网红产品成为一些旅游目的地 盘活资源的路径 但把人吸引过来以后 如何将一过性消费变为经常性消费 考验各地旅游市场的管理能力 自然景观和酒店两个都得合适了 你说你去玩去了 休息不好也不行 对吧 休息也得好 玩了也得舒服 因为像咱们可能在北京待时间长了 就是如果说条件太差的地儿也不愿意去嘛 所以我觉得喜洲 至少我前两年去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还想再去 就是我又能看到景色 又能够有这个放松休闲 很多民俗还真不错 家人一起过去溜在圈 别人住两天啊 吃点东西 其实这个过节我就挺好的 事实上 旅游本身是一种消费现象 旅游产品的形成 赖于旅游资源地和客源地的差异化 比如在山岳型景区中 门票加景区客运的营收模式 导致门票依赖症难以痊愈 不断上马的网红产品 比如玻璃栈道 滑道 热气球等 容易造成审美疲劳 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如何规避陷入同质化僵局 仍需破解之道 现在随着美国的疫苗广泛的施打 现在美国的疫情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好转 尤其在一些重要的旅游城市 几乎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相对来说 它这个国家比较年轻 那么它的历史比较短 所以很多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会创造出一些 跟这些景点相配合的 这个人文的景观 比如说迪斯尼的主题公园 比如说在洛杉矶 还有这个环球影城 那当然这个消费 相对来说就会高很多 那么同时呢 周边的很多的这个 比如不论是酒店业 是餐饮业 还是一直相关那些文化的产业 也都会蓬勃的这个发展起来 澳大利亚国内旅游市场呢 偏向于自驾游 特别是房车自驾游 即便是在旅游旺季 也很少出现过度拥挤的状况 人们不太爱扎堆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不特的度假旅行目的地 此外人们更爱自带装备 你可以看到公路上 大家出游的车上面 都拖满了各种器械 真正比较兴旺的商业服务呢 通常是加油站 景点周边的夜店酒吧和减餐店 以及一些小型器械和辅助设备的租赁服务 旅行是欧洲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旅游业是欧洲的支柱型产业 约占GDP的10% 从游客的体验角度上来看 欧洲旅行的好处是 游客比较分散 欧洲旅行的高峰期是暑期和冬季 但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 比较少出现这个某一时间 游客扎堆的情况 那么在高峰期呢 载客现象比较少 价格比较平稳 从硬件的设施角度上来看 即便是比较偏远和小众的景点 那么这个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 所以长期的精细化管理和合规经营之后 能够给游客带来比较好的旅行体验 有学者指出 必须由原本的景点思维 转向目的地思维 配件体验性产品和休闲性产品 使旅游目的地成为一个相融相生的共同体 那么如何才能走好旅游产品的差异化 竞争之路呢